印尼政府现行的政策仍然允许外籍人员入境 并没有因为病例剧增 而全面的停止国际航班与签证的发放 当前中国的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中国政府要求赴印尼的中方人员 也严格按照中国和印尼政府要求做好防疫 据了解,入境印尼的中国员工均持有有效的签证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便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隔离 符合印尼关于外籍人员入境的现行规定 中国已经连续八年保持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连续两年成为印尼第二大外置来源国 疫情发生以来,两国经贸关系逆势提升 密切的经贸合作自然带来了平凡的人员往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